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但是九二共識跟九二共識的連結才是風險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一國兩制 就是三位議題的對臺方案 而以接受九二共識為起點 九二共識是在公元2000年以後才被發明使用 在1992 年的時候並沒有這個名詞 在兩岸情勢轉變下 所謂的九二共識的詮釋也在改變 今天中國領導人已經定調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而且要推動兩岸的政治協商 跟實踐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 所以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一國兩制 就是三位議題的對臺方案 而以接受九二共識為起點 如果一味的附和九二共識 只會將臺灣圈入在中國所定義的九二共識 對中華民國 臺灣的主權 這就是最大風險的所在 而持續地以九二共識為通關密語 向臺灣人民表達 可以與中國溝通 我要跟各位說 溝通固然重要 但是以主權來交換 未免也太沉重了一些 我想擔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以及其他相關的法規來處理兩岸事務 這本來就是總統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一點 我跟副總統的立場是一樣的 而這八年來 我也是這樣做的 至於九二共識是國民黨主張用來和中國協商互動的政治基礎 和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是兩回事情 我剛才已經說過 九二共識對我們國家的主權的風險是有的 所以 把九二共識跟憲法混為一談 會使得中華民國憲法落入九二共識化的風險 這才是真正令人憂慮的地方 所以 我必須要講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但是 九二共識跟九二共識的連結才是風險 總統 副總統 秘書長 兩位傅米 以及各位媒體及線上收看直播的國人朋友 大家早安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